在加拿大很多城市都即將有市選 不如我用這個時間去講講 我參與市政選舉的一些經驗 正因為我對公共事務很有興趣 於是在90年代加入了廣播行業 在廣播新聞和電話熱線當中工作一做就是十年 之後就被邀請參加一個溫哥華的市政團隊 參與2005年的溫哥華市選作為市議員的候選人之一 政治參選人參政的第一步就是要爭取在黨內的提名 要爭取提名就要有足夠給人支持 於是就邀請我的親戚朋友加入了這個政黨 並且為我的黨內競選活動和即將有的市選捐錢 除了捐錢之外我還要求他們供應他們的時間 以及技能參與競選的各項不同的工作 做我的義工 贏得黨內提名之後 還要在整個城市那裡逐家逐戶拍門 讓更多人認識我這位候選人 雖然我一直在電台工作是參與時事評論 要看很多的新聞和一些時事的分析 但是我對於在市政選舉的時候 競選團隊準備了一些優先處理的競選議題 我大多數都不是那麼熟悉的 但是由於競選需要很多的時間參與群眾活動 因為最重要是要和選民見面 握手、介紹政綱 令他們覺得你是一個他們能夠和你聊天的候選人 一個可以信任的人物 將來能夠在市議會那裡代表他們的聲音 所以在競選期間 我對於一些競選主要的議題 都不是太認識而已 而在2005年競選的時候 在這麼多議題當中 其中一個很受關注的就是 商業稅、地稅的稅率和住宅稅的稅率的相差 是非常之大的 這個問題已經存在很久了 由於所有的物業業主 無論是商業、工業、住宅 都是要交地稅 而一個城市的地稅 是一個市政府收入的主要來源 籌集到這些稅款就提供各種公共服務 包括了警務、學校、消防、道路、下水道、食水的供應等等 不同類別的地產擁有者 他們所給的稅率都是不同的 而在大多數的加拿大城市 商業和工業稅率通常都是高過住宅稅率的 有時甚至是相對較大的 例如在過去的十幾年裏面 在必斯省的低路平原 工業地產稅率可能是會 比同一個地區的住宅稅率高10到20倍 而在大多倫多和Hamilton地區 商業地產稅率是住宅稅率的大概是兩倍多 而工業地產稅率幾乎是住宅稅率的三倍 在一個完美的稅制當中 理想的比例當然就是一比一 商業和住宅的稅率是相同的 在同一個地區 較低的稅率就表明了 那個城市就希望平衡商業納稅人的稅收負擔 很可能促使到更多的同類型商業 就搬到那個城市那裡開業 創造就業方便那區的居民去上班 原則上效率和公平的考慮都表明了 個人財產所有者繳納的稅款就應該 可以反映他們對市政服務提供者私家的成本 這個原則通常就會說是用者致負 或者是用者付費 User Pay的原則來的 在2005年溫哥華的商業稅和住宅稅的比率 幾乎是大溫地區當中最高的 商業稅就是每一千元的地產 應貨稅率是29.4% 而住宅當時的應貨稅率只是5.99% 一計算下相差是五倍的 這個比率是全個大溫地區當中溫哥華是最高的 工業界一直都是努力游稅我們這個市政政黨 希望減輕商業的房地產稅率 令到它和其他城市可以相比 如果他們游稅成功的話 住宅業主即是要分擔更高的稅收負擔 可能是會符合一個用者自負的原則 因為政府要用多少錢來提供服務就一定了 而將這些需要的支出就分為 商業的部分和住宅的部分 其實理由是很簡單的 你將商業所負擔的比率減少 就是說住宅的負擔就會增加 在10個市政府市議員選舉當中 我就被要求作為發言人回答媒體 有關這個問題 從商業角度來看 為了留住吸引更多的商業 令到稅率和其他城市可以更加接近 很合乎邏輯 當然不希望商業因為稅率高而搬走 而且是從一個用者自負的原則來說 住宅用戶對市政服務的要求 是比商業用戶為高的 你試想想 是那些垃圾處理 圖書館、學校 這些都是住宅的用戶的需求是大的 而商業的用戶因為另外要付錢倒垃圾 就不屬於市政府的服務範圍來的 從一個這樣的角度來看 是沒有問題的 於是我就答應了 我就做傳媒問的時候 我就答這方面的問題 但是實際上 沒有一個有經驗的從政者 會在選舉當中 站出來就這個問題 是講出故中原因的 可以說住宅業主支付的較低稅率 是反映了一個事實 就是在選舉的時候 那些候選人就盡量減少 要對最有可能在選舉當中 投票的群體 即是說如果要比較商業的用者 和住宅的用者 當然是住宅的投票的人數較多 於是就沒有其他人願意出來答這個問題 那我就做了代表 沒辦法 結果出來之後 我就只可以埋盡自己不夠經驗 因為在選十個市議員的時候 我就排名第十一 耶穌就曾經教訓人 他說聽著我妻你們出去 就好像洗羊走進狼群一樣 所以你們要像蛇一樣機靈 像鴨子一樣純粮 是馬太福音十章十六節來的 意思就是說 要像蛇一樣機靈敏節 按機行事 隨時應變 然而我們也要像甲子一樣 心存善良 純潔之念 正是害人之心就不可有 防人之心就不可無 而事實上在過去17年 溫哥華的商業稅率和住宅稅率的比率 是有我參選那年2005年的5倍 一直下調至2020年的2.3倍 而下崗雖然很大程度上是因為BC省政府 推出作為COVID-19行動計劃的一部分 在當年的4月就決定 將商業稅率當中的學校稅部分 下調70% 而BC省政府已經取消了這個臨時計劃 於是稅率比例在過去兩年已經回升到3.4 就等於是整個大溫地區的平均稅率 所以在市政選舉的這個功課學了之後 對於我日後參選和各項政治的參與 都是獲益良多的